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各位 今天是8月2日 我仍然在多人多 今天讀事案文 我会继续讲一些书本文教的材料 讲了几天差不多五集的《龙》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期望想讲《鳳》 《鳳》和《菲尼克斯》是两回事的 不过他翻译也认为《菲尼克斯》是《鳳》 《鳳王》《鳳王》《鳳》是《南》 《王》是《雷》 我取名的《小女》的时候 也根据齐白石的印章 叫《鳳之》 因為很多人現在龍鳳龍鳳 就将《鳳》变成为女性 《痴性》的一种 《王后》亦为《知鳳》 这个是宋代开始已经将它慢慢转化 就没有讲究《龙》和《鳳》是两种《雄》和《痴性》的患兽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也有大陆的专家研究《龙》和《鳳》本身的原型 会是什么 好了 现在讲讲《鳳》最早的出现在我国 中国里面的文献里面 是哪里呢 最早的文献出于《尚书》 《社迹》的《迹》《益迹》《篇》《役》《篇》 里面有8个字 讲到 它说 《燒笑九成 凤凰来耳》 这个《王》字仍然相通 所以它是用 沒有頭豁著的王字 白王的王 白字下都是個王的王 內義這個義字很多人考慮過 現在經常講鳳凰內義 而義是什麼呢 義者其實不是義式的義 是沒有道理的 鳳凰兩種鳥來到跳舞 它是一種非常懂得跳舞的鳥 這種鳥在中國來說是一種吉祥的物 與龍、鳳、麒麟和龜合縮四靈 我也講過這個四靈 大家都明白鳳、麒麟和龍這三種動物是幻獸 在現在來說真的沒有看到的 龜反而到現在還可以看到 就是長壽的象徵 但是以後再講 就是它為什麼淪落到被人用了作為龜婆、龜公之龜 或者黃伯之龜 變成了貶儀 這是後來的事情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漢朝、唐朝 龜都是靈性的動物和吉祥動物 兼且是鋪持 不是現在的貶持 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講到鳳這種非鳥是非常吉祥的 而且是愛好和平的 當鳳來到的時候 就是證明現在這個世代 是非常之太平安定 你知道中國 古時一直下來幾千年 在華北地區 都是受著河流、黃河的泛濫 使得這個土地損失 被水浸了 有時候被旱災 有時候被雨災 甚至被蝗蟲 蝗蝟蝠的賭亂 吃光了穀物 他不止吃穀物 就是什麼都吃光了 這種天災 引致到人禍 人們窮起來 就揭桿起義了 就會搞亂社會了 中產社會 是很難革命 很難起義的 因為它都安愧了 樂業 是很少數人 有憤怒的 實際上很快速都平息了 現在說回當年 因為天災人禍 差不多繁多 偶然有幾年 或者幾十年 太平盛世 人民生活過得好 相當之慶幸感恩 感謝的天恩 在這個時候 傳說說 有鳳 鳳王 這種鳥類 來跳舞 他們懂得唱歌的 男聲和女聲 有不同的分別 稍後我會再講 講到鳳王 在太平盛世來之際 鳳王這種鳥 亦可以說是大風 大風 很大的風 之神 所以它是風神 在中國萬物有靈倫裡 給了一個神的崗位 而且又是方神 方神中叫做方神 方就是四四方方方 方神就是彷彿的意思 中國人稱之中 人稱為仿仿佛 而且仿佛之中還會徘徊 徘徊即是漫步 是一種很舒適的步伐 俄羅多姿之際顯然他是能夠羨慕的 所以叫做蜂王 除了蜂神、蜂王之外 還是蜂王 兩種身份 剛才我說了 他在太平盛勢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他是一種如意吉祥的雀 而且是成群結隊的 他不會單單隻 只是一隻公 他的形象是很高大的 是一隻高的鳥 而且盛起雙妻 不會一隻 孤零零的 不過很多鳥類都是雙妻 兩隻在一起 他們的形態是很漂亮 跳起舞上來也是相當之美妙 他們的步伐是令人覺得很興奮和很高興的 這些都是上古記載 諷及他的癡性和的一種描述 綜合了這樣說 至於所謂聯 聯鳳和名的聯 我在台灣外商溪 摩爺精舍裡 有幸見過一次 那個摩爺精舍是張大千的故居 他養了很多動物 用來寫生的 當然有他所屬的猴子 他養了一隻黑猴子 這隻全身毛都是黑色的 猴子 不是很大隻 只有三呎多高 但姿態相當之美麗 還有一隻所謂聯 這一聯 就放出來通地走 即是走地雞 四圍食蟲 我看看他 其實是一隻很大型的野雞 全身的毛都是黑色的 而且黑得來是閃亮光滑 為之亂 那是不是鳳的一種呢 那是不是又真是有 世界上有鳳呢 那我下面再細節說 也有巧烏家認為鳳呢 言之作作 就是當年中國出產的鴕鳥 不過呢 見到人不懂叫他做鴕鳥 就叫他做鳳 不上古時候有 大約五千年前之際 中國的北面呢 是非常之溫暖 和多雨水 那時候也是世界上最溫和的年代 那時候 後來才變成現在的氣候 那時候呢 中國是有鴕鳥 這種這樣的生物 但是鴕鳥在那時候都是不懂得飛的了 都是走的 但是這個鴕鳥在現在來說 很多人都描寫他走得很快 事實上他真的走得很快 他最快速度可以去到每小時 70公里的 相當快 很多車都去不到70公里的香港 那麼這個鴕鳥的形象 和他那個受到的描寫呢 都非常之似 是古時描述的鳳凰 那一會兒呢 下半月呢 我會再將它詳細和大家說 至於龍呢 龍這種產 這種生物呢 在考古的神話考古學裡面呢 有人呢 就說是鱷魚來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講法都很多人這樣講法 那麼 後來呢 也獲得很多證明 那麼中國有沒有鱷魚 有 在中國的南方呢 已經 潮州有鱷魚了 如果不是 韓裏怎麼會去祭鱷魚呢 寫一篇這麼好的祭鱷魚文呢 好了 那麼 現在呢 暫時講到這裡 就開始 夠鐘了 那麼今天呢 8月2號 是跟大家講 如是我聞的 新的一集 是講鳳和菲尼克斯 菲尼克斯就可以 為直譯為之火鳥 那麼下回呢 休息一會兒 我再跟大家講講 中國人的鳳 他的描寫形象 是怎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古時的鱷魚 鱷魚 是與鳳 如何相似 好 再見